從蔡政府一直延續到賴政府 親美的路線是越來越清楚 但是跟美國這麼好 到底是美國是在幫我們 還是在害我們呢 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疑問 實在是因為 這是金融時報最近的一個報導 他說去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跟歐盟執委會的主席 兩人在對談的時候 習近平突然第一次 跟外國的元首這樣講 說美國試圖刺激中國攻打台灣 他是不會上當的 由習近平的這句話也看得出來 台海在中美之間 是多麼一個棘手的問題 那台海的關係本來就很緊張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賴清德的總統呢 昨天在參加皇甫建校 100周年的時候 在致詞時也特別提到了 說他不介紹哦 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講完這句話之後呢 有人就講他是不是在暗酸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呢 在2020年曾經就提過 他說呢 中國的攻台戰略是首戰及中戰 一旦發生戰爭的話呢 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打完 讓台灣沒有機會等到美軍的支援 但這句話 其實馬半也立刻有澄清 說他當時馬英九 前總統只是在提醒蔡政府 因為呢 這是根據國防的智庫 所提供的結果 好 不過現在呢 當然啦 各說各話啦 那國務院呢 也立刻要來做一個澄清 他是說呢 當時啊 這個是講說 首戰及中戰 這個是中共解放軍的指導原則 並不是他們預測的結果 所以在2020年 這個8月13號的時候 就有說明了 這是共軍的戰略 並非是他們預測的結果 他們說他們要再次的 對外來澄清 不過在2020年的8月26號呢 講了這個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馬英九孝講的首戰及中戰的說法呢 是國防部智庫報導 那麼呢 是為了要提醒蔡英文才這麼講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啦 你賴清德呢 見指錯人了 好 那賴清德要注意的事情呢 還有很多 在內政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個禮拜五 覆議的表決了 那剛好禮拜四就是賴清德 6月20號滿月 就職滿月的日子 所以適逢國會改革的決戰中 所以這是他的滿月禮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挺不妙的 挺不憂的 那麼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們當然是希望說 趕快能不能轉移焦點 讓這個朝霞野大的困局呢 能夠有所轉變 所以他們就把希望 放在賴清德身上 賴清德在禮拜三的時候呢 還是會固定 跟這個府院黨召開會議嘛 大家來聊一聊 最近的國政 應該要怎麼樣的走向 所以呢 就有綠營的立委提出來了 他們希望 總統趕快提出一個新的政策 才能夠扳回朝小野大將的困局 否則 國會的衝突呢 只會轉移民眾的焦點而已 那麼看在賴音的眼裡呢 賴總統520就只演說 言由在耳 他當時說 希望以國家利益為優先 但是現在不到一個月呢 你看 在國會的部分 就已經弄得是這樣子 朝野對立 這恐怕只是想著 2026 2028該如何選而已 那麼再來 聯合新聞網的社論部分呢 怎麼講 政黨合作是人民之福 賴清德就任一個月 卻是逆向而行 接下來如何抉擇 就會取決於賴總統的高度 到底是要政治優先 還是要扶國立民優先呢 好 高度到時候就來看 那麼回到這個部分 不能夠接受首戰及中戰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此呢 馬半怒轟 這根本就是要引戰 那麼立委羅志強也表示呢 在國防白皮書裡面 明顯地寫著 首戰及中戰是中共的戰略目標 身為總統 最重要的應該是要避戰 而立委林楚音呢 則是反洽 說呢 這從來都不是國防部 說過的話 還點名馬半 難道你們看不懂繁體字嗎 賴清德是沒有在看 這個國防的白皮書 或是國防部或專業單位 他們的一個評斷 所以首戰及中戰 講的是中共的戰略的目標 不是我們這邊的 所謂的作戰的思維 對我們來說 當然是這個 要增加防御眾生嘛 那要能夠辭職敵方作戰嘛 那要讓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際的力量 可以有更加有空間 有時間來去支援 那當然更前提是避戰 所以說換言之 以前馬政府的部分的話 就是他的戰略思維 第一個首要是避戰 就是不要讓戰爭發生 那台灣就不至於淪落 像烏克蘭時候的一個狀況嘛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你要增加戰略的防禦眾生 那到最後如果說真的是 所謂的不幸發生戰爭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有所謂有效的抵禦的 一個國防的力量在 這裡奉勸馬辦 看書的時候要看懂文章的內容 要看懂中文字 等一下稍後 我在國防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會拿出這個國防研究院的報告 國防研究院的報告白紙黑字的說 中國軍方希望首戰集中戰 言下之意首戰集中戰 從來就不是中華民國的戰略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的策略 言下之意馬辦是要把不是中華民國國防部的話 用偷換概念的方式塞到我們的嘴巴裡面 不是我們講得過的話 現在要塞過來 那麼當然要被賴清德總統來打臉 只是沒想到他們居然更小當想起 完全是連國防研究院的報告都看不懂 難道說你們只看得懂簡體字 看不懂繁體字嗎 請馬辦回去好好念書 好 來看到這個標題 習近平爆料美國又使攻台大陸不上當 這樣的一個標題溢出來之後 的確引發非常大的討論話題 這是金融時報所寫的 他說在6月15號引述了多名的消息人士指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3年4月 跟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范德賴恩 會面時表示說美國試圖又使中國入侵台灣 不過他絕對不會上高 還有人透露習近平也向大陸的官員 發出過類似這樣的警告 這是習近平首次對外國領導人 提出這樣的觀點 習近平還表示跟美國發生的衝突 將會摧毀中國許多的成就 並且阻礙他在2049年實現 偉大復興的目標 那報導也指出 這些言論讓外界得以一窺 習近平對台灣問題的思考方式 台灣是中美關係中最棘手的問題 一些中國學者跟退役軍官聲稱 華盛頓正透過向台灣提供武器 和推動其他措施來挑釁北京 又使中國陷入軍事對抗 對此中國學者怎麼看呢 他們說華盛頓正積極鼓勵台獨勢力 但美國也知道 台灣一旦跨越了紅線宣布獨立 中國將會被迫採取軍事行動 格萊伊的看法是 習近平的說法可能是 中國試圖在台灣問題上面 把歐洲拉離美國 但也可能是習近平真的 就是這樣的認為 有人說可能是不是有 如果這樣的情況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習近平這邊 大陸方面是屬於資訊真空的情況 又或者是底下人傳達 可能是有一些誤差的關係 總而言之 這是一個金融時報的最新報導 的確在國際況中也引起了話題 但也看得出來這樣的談話 台海在中美之間是個棘手的問題 所以台海的局勢升溫 美國媒體專欄作家也建議 台灣應該要效仿的是澳洲軍隊模式 什麼樣的模式 是可以允許非公民參軍提升軍力 但是被在野黨認為 這樣子蠻像的是傭兵模式 難道台灣就真的如此的危險嗎 對此國防部長顧力雄回應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 不僅要從長記憶 也要有法源 台海緊張時刻 英國金融時報大揭秘 習近平透露美方企圖刺激 煽動大陸攻台是不是真的 我並不清楚這個報導的 這個事實性 中共才是整個區域和平穩定的 麻煩製造者 有美國媒體專案作家認為 台灣比澳洲還危險 建議台灣應該效仿澳洲軍隊 允許非公民參軍 解決兵力短缺的問題 甚至還認為可以先比照新加坡 要求年滿18歲男性公民 和永久居民都需服役兩年 難道台灣真的如此危險 美國想要我們家家戶戶都拿步槍打相戰嗎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 這個部分還需要總統的記憶 有用兵這個想法都是以避戰的氛圍 避戰所以要請用兵嘛 避戰所以兵役要延長嘛 就是現在的這個狀況 我們應該要去盤整我們的木兵 還有我們整個兵力的配置 那我們買了這麼多的新型武器 我們到底還需要用到多少人力 到現在我們還是講不清楚 面對不對稱作戰 總統賴清德在黃埔百年孝慶喊話 不接受首戰及中戰認為這是投降主義 而蔡英文時期的國防院評估報告 就曾引用大陸這戰略目標 前總統馬英九也提過 意思是指應該要避戰 但賴總統這說法卻讓人覺得 難道是有人想要投降 有這樣的想法的人到底是誰 我要陪賴總統一起罵他 我沒有辦法幫賴總統 所以你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賴總統意思就是 要不斷的不斷的強化我們自我還會 但若兩岸真開大 我們又能撐多久 我想這沒有什麼撐多久的問題 有單略我們的想定 以不對稱的作戰之為 來建構我們的從城賀主 不斷削弱他的戰力 然後直到他的登陸作戰的企圖失敗 谷立雄強調絕對不求證 但藍英在喊話 人民需要的是兩岸和平 與其雙邊放話較勁 百姓更需要的是正常交流 謝謝中央旅卷 SL組太報道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動力維持青春美麗嗎 618年中慶 實際言膠原蛋白生態 買6盒就送5包 每日完勝口還定 買8盒就在加碼送14包夢夢水飲品 絕對能讓你滿載而歸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體驗吧